受到凱米颱風的影響 東北海岸的風雨越來越大 那現在還有遊客來駐留嗎 我們來看洪欣美的報導 好 主播各位觀眾 現在介紹在位置 就在東北海岸知名景點 香米岩通常在暑假的時候 這邊都會有很多遊客來玩水 但是可以看到 因為受到颱風的影響 現場呢 這個唯一的出入口 已經拉起了繩索 在早上七點的時候 就是禁止進出 而管理人員其實也有透露 如果有遊客或是釣客 要前來玩水的話 他們都是會直接將人給驅離 就是因為現在 台放威力真的是不容小覷 實在是太驚人 而且氣象鼠也有說 現在是逐漸的增強 長胖的趨勢 可以感受到現在風雨 真的是有越來越強 我整個人也被是推著往後走 而現在其實來到橡皮岩 大家也知道說 其實在去年12月的時候 因為長期海水侵蝕風化 造成橡皮斷裂 可以看到現在牆面上也出現了 水豚軍 為什麼呢 主要就是因為有民眾發現說 橡皮斷裂之後 長得很像水豚軍 模樣還蠻可愛的 因此還是有很多人 來為了這個水豚軍演 來拍拍美照 但是颱風天千萬不要來 主要就是因為氣象鼠也有說 其實在東北海岸這邊 可能來到陣風會有10到12級的強陣風出現 另外還有知道的是 現在其實也有出現超過6米高以上的長浪 因此提醒民眾真的要務必小心防台 主要現在凱米颱風就在宜蘭的東南方 大概約80公里的位置 因此現在也可以看到海巡人員也是在現場來巡邏 就是要來驅離說 如果有民眾來遊玩 來觀看觀浪的話 真的是非常危險 而且越晚風是跟雨是都會有越強的情況 也提醒民眾 真的千萬不要沒事就不要出門 待在家裡小心防台 以上把時間性情交還給棚內主播